黄鼠狼为啥会怕鹅 鹅有哪些厉害之处 黄鼠狼又被称为黄狼黄皮子黄大仙 在古时候黄鼠狼是不吉利的象征 不能随便招惹 否则将会惹祸上身 事实上黄鼠狼是一种聪明灵灭的动物 行踪隐秘 人们极少发现它的身影 但又因为其机智狡猾的个性 往往被妖魔化 民间传说中一旦被黄鼠狼附体 人就会变得精神错乱 深知不清 不过这仅仅只是一个传说 相反黄鼠狼对人类及生态环境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鼠狼体长28到40厘米 尾巴长度约为体长的一半 体重210到1200克 身形细长 粗短的细枝上长着锋利坚硬的爪子 拥有一身蓬松稀薄的黄色绒毛 它喜欢在夜间出行 能入水攀爬树木 还能钻洞穴 没有固定住所 常常躲避于不会被轻易发现的石洞树洞下 黄鼠狼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高度警备的状态 因此想要偷袭它是十分困难的 并且黄鼠狼还有一个强劲的秘密武器 在遭遇危险时 它会在肛门附近释放出一种恶臭的气体来自卫 若不小心被这种气体击中头部 轻者会头晕眼花 重则则会倒地不起 人们常说 黄鼠狼给鸡拜年 补完好心 其实黄鼠狼很少以鸡为食 反而喜欢捕食危害庄稼的鼠类 是听见不可多得的捕树好手 当它捕捉到鼠类时 先是吸食其血液 接着是吃内脏与躯体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调查 一只黄鼠狼一夜之间可以捕食六到七只老鼠 一年至少可以捕食两千到两千五百只老鼠 由此可知 黄鼠狼对生态环境平衡 农业耕地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寒冷的冬天 鼠类动物很少繁殖 但黄鼠狼仍在大量捕捉鼠类 到了鼠类繁殖的季节 就会使得鼠类繁衍速度放慢 从而达到控制老鼠数量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 黄淮平原地区爆发了鼠害 当时就有科学家认为 是人们对黄鼠狼的烂捕烂杀 导致了老鼠成灾 农田遭受了极大的损害 黄鼠狼为什么会怕鹅 俗话说一物降一物 黄鼠狼也有害怕的听敌 那就是鹅 一般养鸡的农家会养一些鹅 因为鹅具有敏锐的听觉 反应迅速遇见陌生的人或动物 会高声尖叫发出警告 因此常用作看家护院 以防止其他动物的偷袭 黄鼠狼怕鹅的众多原因之中 有传闻说鹅的粪便的酸性较高 可以腐蚀黄鼠狼的爪子 其实并不然 首先鹅具有极高的警惕性 领地意识强 对比起狗 其实鹅的性格更为敏感 狗与熟悉的事物相处久了 会降低警惕性 从而攻击力下降 而鹅的警觉性极强 除了喂养自己的主人外 几乎留情不认 谁进入他的领地 就会被鹅视为侵犯领地 主动发动攻击 直至逼迫对方离开 其次鹅生性好动 勇猛过人 又特别爱较真 他不像表面那样乖巧温顺 反而会积极技仇 一旦发起进攻 便是要打赢为止 拼命追赶敌人 绝不轻易放弃 而且鹅的眼部构造奇特 如同秃透镜一般 任何事物在鹅的眼里 都是缩小的 自己才是最高大的 因此鹅的个性非常勇敢 无所畏惧 不过鹅的体型 的确要比黄鼠狼大 成年的鹅可达30斤 从体积上就碾压了黄鼠狼 而黄鼠狼一般会攻击 比自己体型小的动物 对于鹅这种较为庞大的鸟类 本能性感到害怕 主动躲避 流至大吉 最重要的是 黄鼠狼一般在夜间出行捕食 但相比起灵敏的嗅觉 它的视力却不佳 而鹅睡眠觉浅 鹅视力非常好 能在昏暗的环境中轻易发现 黄鼠狼的行踪 并快速展开追捕行动 在此过程中 还会不断高声鸣叫 发出信号提醒有敌人侵入 附近的主人便会闻声赶来 而且农家养鹅 是一般成群成群的圈养 所以当黄鼠狼遇上鹅的时候 通常不知一对异 而是一群鹅 对黄鼠狼发动群攻 因此这也是黄鼠狼 不敢招惹鹅的原因之一 以上可以看出 黄鼠狼与鹅 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 一个胆小怯懦 一个英勇果敢 一个遇事逃避 一个迎面直上 这样的斗争 黄鼠狼注定成了落败的一方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